内观禅修是一种细致的心理活动 修行者的心态是成功的关键 在平静和慈善的自信气氛下 这个技巧的运作的最好 这句话你们要记下来 平静 那么就是有定理 要慈善的心态 自信的气氛下 这个技巧应用的最好 每天晚课之前先念诵一下 一个是让你们进入一个好的心态 发起菩提心来 净化一下让你的心平静 还有进入一个慈善自信的气氛下 在这种气氛下来听课 那么效果就比较好 禅修是一种硬功夫 既然是硬功夫 就是要练出来的 那么禅定需要精进禅修 你需要勇气去面对一些相当困难的心理现象 并且需要决心去经历各种令人不悦的心理状态 懒惰绝对无法成功 懒惰的或者阅弱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 禅修有两个方面的事情要做 一个是修习禅定 还有一个就是有了禅定以后我们要修正念 三个方面 感谢观看